父亲节快到了 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推出了爸爸宝贝展览 邀请七祖师爸爸 也是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创作者 展现父亲感性的一面 同时邀大家共同思考 在家庭关系里头如何看待爸爸这个角色 艺术家孙玉贤拍摄以棉被为主题的影片 晚安待会见 描述半夜小心翼翼裹进棉被里 生怕吵醒家人的温柔心意 另外艺术家陈建荣和孩子一起创作 将玩具设计图还有回收的物品 重新组装变形 这次的展览除了画作 有些立体的现成物件 有些立体的现成物件 甚至是儿子提供的 可能他会觉得说这个有趣 这个可能是爸爸的菜 他可能像有些是大富翁的那些纸牌的废料 但是因为我的作品比较有些构成的样貌 那他就提供 我会觉得很不错 我会希望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有一些是来自我生活周遭 而且是儿子帮我选建 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 桃圆市儿童美术馆三年前 以母亲为主题 推出妈妈宝贝展览 今年则是在暑假档期 推出爸爸宝贝展览 邀请到七组 具有父亲与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创作者 以艺术的表现手法编织出父亲的多种面貌 也看见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流动与羁绊 那我们这次邀请到了国内外的七个艺术家 透过一些现代艺术的手法呢 然后呢在展览当中 能够牵起家庭跟爸爸之间的情感 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桃圆市政府 在这个儿童美学教育方面着力很多 那包括像现在正在新建的儿童美术馆的亲蒲馆 以及我们在马祖新村也有马右艺术 还有我们的南侃儿童艺术村 这些都是作为这个儿童美术教育的 推广的一个所在 爸爸宝贝展展触到9月11号 文化局邀请亲子朋友走访儿童美术馆 重新思考爸爸这个角色和心情 也和亲子之间有更多互动